那么这个春节呢 两岸的同胞也同时享受到了文化大餐 有近20位的台湾演艺人员 参加了央视地方卫视 以及中国文联的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有近200名台湾青年 参演了粤港澳台元宵晚会 与大陆演艺人员共同献上精彩的表演和节日的祝福 全市两岸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《流浪地球2》《狂飙》等大陆的电影电视剧呢 在两岸同时掀起了追剧的热潮 那《甄嬛传》等大陆经典电视剧 在岛内24小时不间断的联播 充分的说明两岸血脉相连 文化相通 心灵气和